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嘴白了 Hello大家我是Aileen 距离我戴上牙套呢 已经有六个月的时间了 那虽然在戴牙套之前呢 我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关于拔牙呀 戴钢丝牙会痛啊 会酸啊 等等这些情况呢 我其实戴上之前呢 都有所了解 然而在这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呢 还是发生了一些 让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我的生活工作学习呢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要是早就知道有这些情况的话 我还会选择戴牙套吗 这个真的很难说 今天呢就想跟你们分享五件 我希望我在戴牙套之前 早就知道的事情 在我牙套前期准备的那个视频里面 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 想看我是怎么清洁牙齿的 所以我也有做一个视频 来告诉大家 我在戴牙套期间 具体所用到的清洁牙齿的 所有的工具以及方法 我自己觉得还是蛮有效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 不要忘了去看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先来聊一聊戴牙套之前 你需要知道的五件小事 我自己戴牙套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的牙齿太多了 有crowding的问题 牙齿咬合的角度不对 导致整个牙齿前凸 正常放松的状态下 嘴唇合不上 戴上这个钢丝的牙套之后呢 在本来就已经有点前凸的牙齿前面 还加了一层钢丝 大家可以想象 我现在的嘴唇呢 是完全合不上 比起不戴牙套的时候 我要花更多的力气 来让我的嘴唇 在自然状态下合上 就平常我说话啊 吃饭啊这些 其实还好 但我一旧是拍照的时候呢 就会很难看 因为被那个钢丝顶住 整个嘴是凸出来的一部分 戴上牙套让嘴巴前凸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凸口红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沾到牙套上 我最近是很讨厌凸口红 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 其实有好几个视频 我到录完之后 我才发现 哎呀天哪 这牙套前面怎么全是口红 大家知道 戴这种钢丝的牙套 是每个月呢 需要去牙医那个地方 收紧一次的 我第一次去收紧的时候 牙医刚紧完 当时我觉得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我还在里问他 我说 诶这也不疼呀 也不酸呀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 等到第二天早上 睡醒过来之后 我真的是整个牙齿麻到 酸到 我就是碰一下它 我都会觉得很疼 而且我记得就是前两天 可能就是吃面条什么的 咬起来都很费劲 就感觉吃面条都会噎到自己 然而直到一个月前 我才知道 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 就是钢丝升级 在我第一次钢丝升级完之后 我整整那一周 几乎都是没有办法去咬任何有一点硬度的东西 比如说像葡萄啊 鸡肉啊 这些我几乎都是直接吞下去 因为牙齿真的没有任何的力气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我的这个钢丝升级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我从之前的一个比较软的钢丝 换成了一个比较硬的 并且它本身是有一个不太容易被改变的形状的 这样一个弧度的钢丝 这个弧度呢 跟我牙齿本来的弧度呢 是不太一样的 是要比它小很多 所以这样才能把我的牙齿整个往里面这样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钢丝升级之后 我会感觉到就是牙齿会有不同方向的力 在同时的这样拉它 然后还有往里面推的这个力 就导致我的牙齿真的很无力 在紧完之后的一周左右 都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吃饭 当时我是真的感觉 自己不太想要自己的牙齿了 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这里 除了让我很难受 很酸痛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我记得我刚刚在钢丝升级完 没有几天的时候 跟我们家小狗玩 然后不小心 我们家小狗的那个后脑梢 直接撞到了我的牙齿上面 然后当时我真的是感觉超级疼 超级痛 感觉牙齿就是要碎了一样 然后过了好一会儿才晃过来 之前呢我以为是只有大牙 这后面的这些钢丝戳出来的位置呢 可能会刮到我的嘴皮 然后起泡呀什么的 但是后来发现 就是嘴里面的任何地方 只要是与钢丝有接触的地方呢 都是有可能会被刮到的 我前一两周呢都没有录这种近距离 对这个镜头一直这样讲话的视频 是因为我嘴下面这个地方 磨了一个超级大的泡 然后导致我整个下嘴唇 这部分都肿了起来 侧面看就整个下嘴唇一坨就凸出来 非常明显 而且在我说话的时候 只要它蹭到任何东西都会非常的疼 任何地方呢都会溃疡的 就是这两边啊 然后前面啊 包括中间 还有这些侧面啊 这些地方我都有紧过泡 每次去紧完钢丝呢 都会有新的钢丝 或者是会有新的角度 口腔呢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呢 去适应它 所以说难免会起泡啊溃疡 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面呢 我的嘴里面呢 一直都是旧的溃疡还没有好 然后新的溃疡又出来了 这样的状态 那在带牙套之前呢 其实我做过很多 关于根管治疗之后的牙齿 能不能戴牙套的功课 因为我自己呢 是有两个牙罐的 所以我想知道 戴牙套会不会让牙罐脱落呀 牙齿的移动呢 会不会对这种有根管治疗 历史的牙齿有影响 那当时我查的所有资料呢 以及我跟牙医咨询的结果都是说 戴牙套呢 对根管治疗的牙齿呢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不管你有多少根管治疗的牙齿 你都可以放心的去戴牙套 所以当时呢 我还是蛮放心的去戴的牙套 但是在我戴牙套的第四个月呢 我左边上面的这个根管治疗的一颗大牙 开始慢慢感觉到有酸痛感 就是那种蛀牙 然后需要去补牙的那种 咬下去的那种酸痛感 不是那种正常的被钢丝拉到的酸痛 是牙齿牙根里面的酸痛 当时呢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牙齿的移动而造成的 矫正牙齿的医生反映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那个月呢就没有跟我增加钢丝的强度 然后我有找到之前做我这个根管治疗的牙医 去问他就是这个酸痛呢会是什么导致的 就拍了片 牙齿里面呢是有一坨黑色的就是灰色的区域 然后当时牙医不太能确定那个区域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当时的那个疼痛感 可能不到两周左右呢就慢慢的缓解了 所以说也没有去尝试把这颗牙打开 或是去做其他任何的措施 我还是有在继续增加我牙套的钢丝的强度 但是我的牙医说如果未来某一天 我还有感觉到酸痛的话 就可能需要去停止戴牙套 然后打开这个牙齿看一下怎么回事 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太知道这个道理有没有影响 戴了四五个月之后呢才发现 就是我不同位置的牙齿 它的移动速度呢其实是不一样的 当你两边牙齿的移动速度相差比较大的话呢 那就会导致你的嘴唇和你的脸部呢 都看起来不太对称 就像我现在这样 我这边这个拔牙的洞呢 可能是我这边这个拔牙洞 现在的二分之一的大小 所以就是这边的牙齿移动的稍微快一些 如果你们现在仔细看 我的嘴巴两边是不对称的 那最后呢想说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戴牙套脸是不是会变小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我的确有感觉到脸变小 是脸颊这两边明显的感觉到比以前小了 而且感觉到脸颊有点凹陷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因为我拔了四颗牙 我觉得这个原因应该是因为我在戴牙套的期间 我咀嚼的能力非常的有限 很多硬的东西我几乎都没有在吃它 像口香糖啊这种需要大量咀嚼运动的这些食物呢 我也没有办法去吃它 导致我的这两边的咀嚼肌应该是萎缩 所以就导致它们变小了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脸颊会看起来比以前更小一些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我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说法 其他的关于牙套脸的各种说法呢 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那如果之后呢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或者是体会呢会及时的给大家更新 以上呢就是我在戴牙套半年之后的一些心得 希望能给你们提供一个参考 关于戴牙套给我生活上面带来的各种不便和一些困扰呢 我是抱着能忍则忍的一个态度 每次都会想到毕竟这些难受啊 这些比较丑的这些状态呢都是暂时的 想一想等牙套摘掉之后呢 就可以拥有一个很整齐的牙齿和一个很完美的微笑 光想一想呢都觉得很开心 希望大家还喜欢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